不如來多個回合 再看一次中間 中間麻煩你 中間麻煩你 好 這個這裡 是 下面這裡麻煩你 一願望下你們的右手邊 請三位望望你們的右手邊 請三位望望你們的右手邊 好 請三位都望下你們的 我都有一些議席的對手 那是不是泰國人 不是泰國人來的 那是國內議員來的 那是一個女生 唯一一個國內演員 其實這次這部戲大部份都是我們香港演員 那我剛才都說了 我在台上每個人都很優秀 就是藍得那麼多男生一起去演戲 就是男人的浪漫 暑假真是 想心悅目 真是 真是浪漫的 看 看完你就知道 一定要看 講講不到五個 這次藍的浪漫之後 會不會再想有些什麼合作 那一定是希望的 合作哪一輪 不知道 我也希望的 大家都希望做好些香港電影 香港電影我覺得應該要 希望讚一口氣 我覺得這個是要 自己同行很努力 但是觀眾都要給我們信心 所以我也希望歡迎多些觀眾 去支持我們本來 讓別人好些 那老闆他自然就覺得 不錯 再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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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藉著這次去獲獎 都希望可以宣揚到香港電影 不過就比較辛苦一些 因為Jet Lab問題 到了一天 今天好一點 昨天真的很辛苦 那當時獲獎 那時候正直 和你會有那些發功 是否正在關注AI 那件事對電影 即是他對電影 那些 我想其實你問 編劇也好 演員也好 我們的創作力 和情感 尤其情感方面 我覺得AI是不可以取態的 但是他只是一個 方便我們 一個 可以用的工具 我覺得應該是 要知道怎樣和他相處 那兩位呢 對於一件事 有沒有特別的發覺 即是AI 電影 我覺得會有影響的 還有 我們大家不知道 影響會有多大 因為其實科技不斷發展 以及 我相信 電影 看公眾來講 不是每一個都要求這麼高的 尤其是你透過其他的渠道 你可能iPad看 或者是手機電話看 那麼 他的要求就沒有那麼高 亦都是為了方便 或者很多簡單的 去看一些東西 我相信他AI是一個 是會做到一些 我們沒有辦法想像的東西 或者可能大家覺得新鮮 就會去看 我是覺得會有影響 AI都是用人發展出來的 最後我覺得人應該是厲害點 還有 高官是入圍了奧斯卡的平台 自己當初收到這個消息 那時候 有沒有很驚訝 或者是 不是 是很開心的 沒有想過 第一 第二就是 都收到他一些信件 我相信 未來會參與一些 可能開會 或者 入圍的時候要看一些片 可能要 去給分 但是 剛剛入圍 我還未知他 未來有什麼工作 但會不會很興奮 興奮 你一個 外國的影子 我們可以做評委 當然是開心 好